我自己一點點的背景 其實我做這行業是比較特別的 我不是一開始就是很小一個入行去做這個行業的 其實我是26歲就買樓了 我自己 基於我其實不想和我沒有家人一起住 因為我媽媽實在是睡到三點鐘 然後睡了 然後我翌日七點是要上班的 所以我打算搬出去轉 我就這樣就買了我第一層樓 然後到現在四十幾歲了 所以我就不停換樓了 那我發覺其實這件事是很有趣的 在香港裏面很多人就是因為樓而致富的 其中帶進去的一個例子就是 大家最近聽得最多就是一個比較恐怖的經歷 就是一個空襲 你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剁開你六件 然後煲個湯還要加一些紅蘿蔔 其實這件事其實就發生在荃灣中心 那為什麼要拿這件事出來說呢 因為其實很多客人第一件事買樓 他最擔心的一件事 按揭都不是問題 空襲他才是最害怕的 但是其實如果你在外國的話 因為其實很多親戚都在外國 你聽這些樓其實是住成百多年 都要跌入日本那些 一定是有人會離開了那家屋那裏 OK 但是這個case 我想說的就是 你留意一下就是 當時這個慘劇發生了之後 有六個屍體 就是在那個地方裏面 而轉手轉了九次 OK 轉了九次 當時在09年是35萬 然後賣出是207萬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為什麼會是由35萬 有個百多萬的人 因為他賺了165萬 如果現在來說 其實他收租 我估計大概到八千元左右 因為市價我估計到萬松元左右 其實都比較舊一些 一直放租就收到現在 這個就是香港比較特別的一個例子 但是我想問一下大家 其實 以你們所知道 其實 你覺得 什麼叫做是空宅呢 其實 以你們認知的空宅裏面 怎麼會是空宅呢 在那個單位上發生事故 在那個單位上發生事故 OK 如果我在那個單位上暈倒了 但是還沒有死的 但是到最後去到醫院那裏走了 那又算不算是空宅呢 又或者是 五角像 不算 OK 那倒轉了 如果假設 我 不要嚇我了 在那個單位那裏 蹦跳了下去 那究竟是 地下那個是空宅 還是蹦的那個是空宅呢 兩個都是空宅 OK 那又引申了第二件事 現在你看到 舉個例子 但是那個不是業主 那個是租客 好 OK 報紙又沒有埋到 你怎麼知道呢 空宅要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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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人覺得 空宅網有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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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首先 講幾個問題給大家聽 其實 死亡症 即你會見到死亡症的死因 窒息 OK 你會見到失血 OK 假設你不會無緣無故骨折 死因是骨折 很大機會 睡著 你會見到窒息 可以在家窒息 會不會想起就是BBQ OK 但是我想提大家一件事 就是很多時候 空宅 經紀的角度 是以我們的所能 即那條規矩就是說 以我們的所能 去告訴你 那間屋是有什麼事 例如就是 我要下去問那個 叔叔 就是管理主 但通常他不會告訴你 為什麼呢 他不想得罪 他不想得罪業主 大哥我是經紀 罵都罵過來了 第二件事就是 很多時候 我可以告訴你 真的有的 是只有一份報紙報過的 是沒有報到單位的 你是找不到的 空宅網都沒有的 如果你最近看到一個例子 我不說什麼屋苑 是很厲害的 業主 他將房子賣出去之後 東張西門應該有上過的 然後後來發現那房子是空宅 OK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那個業主 知道了空宅之後 他在這十幾年裡 所有租出去的 都是自己賜戒招的 OK 而且他是找他自己的方法去租出來 而這件事是很密的 OK 舉個例 譬如是 剛才我說 死亡政會打的那個死因 他是窒息 OK 他是窒息 他打了窒息 在裡面 那業主就說 你就會看到而已 但是如果租客 租了房子出去 租了房子出去 租客在裡面發生事 但是查冊有沒有呢 先試試一下 我講深一層就是 現在業主死亡症 為什麼要出死亡症呢 因為業主已經離開了我們 然後他要轉手 他要轉給家人 例如老公 就會給了老婆 OK 是這樣的 所以在這一刻 如果那個人是租客 如果那個人是租客 那怎麼辦 沒有 沒有注意到 所以 這個就是 經濟 其實 我經常都說 雙數的經濟 因為 我們的贊任 一定會告訴你 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告訴大家 是怎麼可以避免到的 試一下股價 在銀行上面 其實你做股價 你一猜 你就會看到 我們下一部分 OK 那到這個 這個就真的 這個一種八百元 OK 判入精神病院 那就是 主夫案 OK 到現在來說 他都是寫無人問津的 但是 你看回 是一百一十六百 由一家公司 持有到現在 已經是接近三十二年了 那其實 這個單位到現在 都還未賣得到 那他會影響到什麼呢 因為由於太過崩洞 你看到全座五百戶的連累 就是什麼意思呢 通常 你會見到 股價 在那一層裏面 是全層都猜不到的 如果太過勁那些 太過勁那些 又或者他波及到 他上下 都是會有問題的 OK 那我講一個 例子給大家聽 那我曾經 有一個單位 就是 分枝針的 其實都二十幾年了 那件事發生了二十幾年了 但是銀行 一樣是可以照做到 那個股價 是股得到的 OK 但是我們是有 需要告訴 業主 曾經 即他的 高處到下 OK 高處到下 OK 但是準則 其實很難理定 就是什麼呢 因為 他下地點是一個平台 而一樓是看得到的 那一樓 看得到 那一樓又算不算是空窄呢 大家算不算 一樓看得到的 OK 就是他跌到地下 對 他這樣下地下 然後就 平台就在那裡 那你就看得到 那一樓就在那裡 就在那裡下點了 OK 那通常呢 給大家多一個技巧 給大家 就是 當你去一樓的單位的時候 就是我自己的經驗 拿下去 看看附近的屋 有沒有掛八卦 甚至架 這個不一定幫到你 OK 但是其實他不屬於 是 不屬於是空窄的 OK 因為他下地點是一個平台 那是一個平台 OK 如果你知道的話 有一個是 如果是一個花園 就不同了 平台和花園 公家的一個平台 是 花園是你自己的 OK 所以有一個很轟動 有一個也很轟動的 那我就不開門 你可以檢查一下 跌到花園那裡 所以如果你說 在契約上面 我們就加速時間 因為 這些你可以避免到的 就是 股價 第一是股價 第二就是 當你今天看完樓之後 其實 有機會 經紀不記得了跟你說 我真的不記得了 不好意思 我問了一下 叔叔 叔叔又說沒有時間 真的不關我的時間 試一下股價 股價最精神 因為 空窄網 你不能夠百分百 保證空窄網是齊齊的 因為他報出來的東西 很多時候 舉個例子 他是報 譬如 88號中層單位 那 那個明明是有個花園的 他是報給你聽 廣播度 多少號 他是這樣報 你很難知道的 其實你很難知道 第二就是 有些人真的不介意 例如我做過一些 譬如 租出去 二十幾年 一個是 可能是做警察 或者是 他做醫護 或者是做教師 或者是佛教徒 其實現在多了很多 新內港 是一些外籍的人 其實他不太介意 所以 你剛才會見到 那些仍然租 比市值還差很少錢 只差幾千元 這是第一件事 我想說 第二件事就是 在契約上 其實 首先你第一件事要確保的 就是 你要先做到按揭 你看完樓 你第二天就去問按揭 按揭公司 很自然就告訴你 其實這裡我猜到 那你就安心了 但問題就是 究竟你自己過不過到 你自己的關 但通常都是比市價低的 而還有一樣 就是什麼呢 我覺得都看到人買的 就是 舉個例子 譬如在左上角 就是A室 那這邊是H室 但是就是下面那一層來的 就是這邊有事 但是這裡的下一層 其實影響不到它 因為打斜角的 那些呢 很多時候我經驗是 全部鼓足的 完全沒有問題的 是全部做到的 OK 因為人呢 很多時候是過不了自己的關 但是現在可能 物價趨升得太厲害 所以變成很多人都不太介意 特別收租 收租那個部份 OK 那它的契機方面 很多時候如果真的要買入 這類型的樓 基本上呢 你是要扶起的 你要扶起的 因為為什麼呢 是銀行其實是不會借的 是借不到的 是借不到的 是啊 就是 很難 可以這樣說 OK 那這個你要留意 所以為什麼 最重要是兩部分 你不介意它是空窄 但是反過來 你做到按揭 沒問題啊 大哥 我給市價便宜了200萬 然後我收租 我收少3000元 他是這樣計算的 就好嗎 就好嗎